各位同学,各位家长,大家好,我是薛佳明老师 距离我们DSA申请截止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 那在提交申请之前,大家一定要注意以下三点非常关键的信息 首先,第一点,我们在申请DSA的时候是有三所学校可以选的,可以填三个不同的领域 但是要注意,对于同一学校最多只能申请它的两个领域 并且对于RI来讲,你不要申请两个学术领域 这是RI给出的官方解释 只要你申请它的学术领域,它就会看你全部科目的成绩 所以申请一个就足够了 第二点,要不要去选择一个保底学校呢? 答案是不要的,因为在DSA申请过后会有对学生的诸多限制 比如说你必须选对应的CCA,或者说在将来的六年当中也是不能转校的 所以在申请时一定要选择自己意愿特别强烈的学校 对于那种自己PSLE可以考到的保底学校就不要做考虑了 那这里呢也把IP学校网年PSLE的解分点放给大家,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第三点,在申请时需要填写哪些信息 概括成一句话,就是孩子在校外取得的成绩 以下这些信息是会同步在后台传给中学的家长无需填顾到申请表中 申请表中的诗篮只需要去填孩子在课外取得的成绩 从而增加自己通过DSA的概率 关注我们,后续会分享更多关于DSA比试和面试的技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